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顿时热闹的起来 来自于宜兰 花莲 台东的志工 医疗志业的医护人员 基金会的同仁 还有教育志业体的师生们 超过了两千人 参与了水颤金藏演绎 并且有超过一万两千位的 社区民众和贵宾 同享了一场场的现代法会 一念前程 共同为花莲祝福 为台湾祈安 为世界祝福 这两场水颤金藏演绎 除了让水颤走入校园 更让许多老师 教授 主管 甚至校长也一同入金藏 而年轻学子的加入 更让演绎现场朝气蓬勃 连幼儿园的五岁小朋友 也专注地跟着唱颂与首饰 水颤金藏演绎结束后 大家留下帮忙设场 这时一部分校长教授 或是老师同学 大家的心已经凝聚在一起 看的时候要这样 对 吵 演绎结束了 但水颤精神继续延伸 慈大同学自动组成水颤读书会 许多老师也加入慈祭教师联谊会 将这份感动化为行动 水颤金藏演绎开始于去年的五月 第一场的首演就是从花莲开始的 2012年的三月 又再度回到了花莲演绎 第27场到第30场算是大圆满 尤其是3月10号以及11号的这两场呢 是特别的有朝气 因为有很多教育志愿的年轻学子 一起都加入了 包括了在场的欣婷 欣婷是我们辞大一年级的学生 但是听说一开始 好像并不是很想参加这一场的水颤演绎啊 是的 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水颤是一个 很奇怪的活动 然后也有听到活动宣传师 有说到大动乱需要大忏悔 然后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要忏悔 为什么要比比收益 就来表示自己是在忏悔的 可是之后我有向班导师 淳宽师傅请示 然后师傅就跟我说 每个人都会有做错事的时候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反省自己 或者是起不好的心念 这时候也该忏悔 而之所以叫水颤呢 是因为心只能用伐水来洗劲 之后我想了想 觉得之前做了蛮多事情需要忏悔 比如说有时候很烦的时候 用不是很好的态度 或者是口气对待同学 或者是对爸爸妈妈 会觉得他们很啰嗦 然后就犯错也不会道歉 然后想了想就觉得说 我要下定决心来参加这次的演艺 你自己觉得在练习 在灾界的过程中 对你自己改变最多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灾界 因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天生万物必有因 同住所泼一家人 上天皆有好生得 何故 缘何无故滥杀生 因为在我一开始比的时候 会觉得说 手往上画一圈 然后会觉得感觉是在号召大家 来看我这边 看我这边 然后同住所泼一家人 是觉得说大家都是平等的 上天皆有好生得 然后会让我觉得是 人人皆有慈悲心 提醒自己的慈悲心 缘何无故滥杀生 就是告诉大家 别再以残热的方式对待生命 那么圣翰呢 圣翰是我们慈济技术学院的 亲善大使 也加入了这一场的水灿演绎 你觉得是哪一段的经文 对你影响最大 对我影响来说 最大的应该就是 那个金钟言说报有三 一是先报 二生报 三是后报非不报 善二夜守皆息报 这一句话 为什么呢 你自己的体悟是什么 因为我会觉得说 就是可能在冥冥之中 那上帝跟上天 可能他们都已经安排好 说可能会有怎样 那不是说冥冥之中说 就是我们现在就 我会录金章 就是因为我现在会录金章 那可能就是因为 过去的种种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 而成就了现在 这一场金章演绎这样 不过听说你自己 是一位基督教徒 所以刚开始要来参加 水灿演绎的时候 也很困惑是不是 那时候我要录金章演绎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不知道 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那我在晚上睡觉 祷告的时候呢 我可能就问上帝说 上帝啊 之前我也看过金章演绎了 那现在学校有个机会 我可以录金章演绎 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但上帝没有告诉我答案 我自己也不知道 可是就在有一天 我在看圣经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句话 他就告诉我们说 他里面就讲到说 他就是上帝 他没有推脱我们的祷告 也没有请他的慈爱 离开我们 我才想到说 任何宗教其实 都是告诉我们 要除恶向善 那今天这个金章演绎 它也不是传达说 就是佛法的多好多好 而是告诉我们一些生活上 我们该有的道德还是品德 那我觉得说 那上帝应该是告诉我 做就对了吧 而且在整个水灿演绎的过程 其实也是学习 学习怎么样在生活很多细微的地方 提醒自己不要再犯错 那我们时时地反省自己 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你自己想来最觉得忏悔 要反省的是什么事情 我觉得最忏悔的 应该就是跟母亲的关系吧 因为我们现在是住宿 就是住在学校 那小时候因为我是单亲家庭 所以住在九九家 那就是培养我跟姐姐 就是养成了我们一个 还蛮独立的个性 那虽然就是到了比较长 就是大年长以后跟妈妈住 那妈妈可能也是忙于 就是她的工作 变得说我们比较少相处 那后来我又念 就是住宿的学校 那在学校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志工参与活动 或者是可以帮助或关怀老人 或是医院志工的活动的时候 就是我在参加过程 我就会觉得说 我都可以去帮助 那些我不认识的人 或者是说我可以去关怀 那些我不认识的年长的爷爷们 那为什么妈妈在关心我 或者是我在跟妈妈互动方面 我总会却步 那后来入京葬以后呢 就是在过程中 就是她很多就会告诉我们说 业力的牵引 还是说缘分的重要 那我会觉得说 既然就是她是我妈妈 那我也是她的小孩 那相对的 我对我陌生的人 我都可以用那样的慈悲心 那样的爱心 那样的耐心去对待他们 那为什么对待我自己的家人 我不能说用一样的心情去对待 而就这样停止 不去关心妈妈这样 那你真是学习了很多 成长了很多呢 那参与在这个次的这个水灿呢 事实上你也遭遇到一些困难 心里面也有一些的这个挫折的 你自己后来是怎么化解的 跟我们分享 就在精湛演绎过程中 我们觉得最难过的是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 水灿是什么 那为什么要参加水灿 那为什么大家都说水灿有多好 可是每次又要练习那么久 然后所以导致人数都遭不起 可能每次到了新架的人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等他们 就是可能又回去复习之前的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 如果这个时间不交心的 那我们又停在原地陪他们练习 那我们是不是 这个时间其实我可以去用我的课业 去做我的报告 或者是我不一定要来这边练习 可是后来呢 在精湛演绎结束以后 我们就有个同学 他就分享了一句话 他就告诉我们大家说 失败的团队里 没有一个人是英雄 但是成功的团队里 人人都是英雄 这样我们就让我想到说 当初我们一直觉得说 那些慢的人 还是说一直没有跟上 后来才加入的人 如果我们不等他 那我们不去指导他们 让他们跟上我们的进度 大家一起最后呈现一个完美的表现 那我们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团队 可是当今天就是大家 精湛演绎已经完美的呈现以后 就会发现其实 人人都是一尊菩萨 人人都是一个英雄这样 不只是自己好 还要团体好 所以需要彼此来成就 在这个整个水灿的演绎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再来回顾的话 已经圆满了 但是对于两位 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而言 我想这也是有史以来的头一招 非常新鲜的经验 对你们的生命 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欣婷 我觉得是生命的再出发 因为透过这次的演绎 然后我更懂得感恩 透过这次我真的是见证到 每一件事情后面 有许许多多人的共同付出 以及努力 所以我非常地感谢 这次承担 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的事故事博们 过去都以为是理所当然 现在却自然而然会生出的感恩心来 而且我最感恩的就是我的父母亲 因为之前可能还没有离开家里 都不会觉得说家里是很温暖的 可是到了花莲来以后 才会知道原来家是很重要的 那圣汉您呢 我觉得就是施工上人给我们这一次 入金帐的机会 那也是让我们学习到说 这些礼仪可能就是现在我们年轻人缺少的 那既然我们有一部分人 就是已经了解了这些道理 那是不是我们要将这一股清流 然后化作就是传承给其他更多的人 让他们知道这些 那就是也希望就是有入金帐的菩萨 就是大家我们这些人 虽然结束了 但是不是真正的结束 而是另外一个的开始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横持这份菩萨愿行 那就是继续地坚定地走下去这样 真的 金帐演绎是凝聚了大家虔诚的心灭 用爱的行动来祝福这个社会 让世界更美好 而好的心灭就像是磁铁一样 会吸引了更多好的人 好的事降临到我们身边 这是慈大夫兄同学做的实验 实验对象是米饭和吐司 同学每天对着一组米饭和吐司说好话 并对另外一组恶言相向 两个星期后发现 听到坏话的米饭或吐司 发明的现象比另外一组严重 看似没有感情的食物 难道也会受到人类心念的影响 而有不同的发霉状况吗 实验走访面包店 请教做面包十几年的彭师傅 究竟吐司听了好话与坏话 发霉状况真的会不一样吗 都会发霉 不可能 真的是不可能 为了实际验证 参与水串演艺的林盛汉 决定重现吐司实验 你看起来好好吃喔 QQ软软的耶 摸起来也软软的 十分Q弹耶 相信你一定很好吃的 我最讨厌吃吐司了啦 而且看起来也没什么味道啊 摸起来也没有说多Q多软嘛 最讨厌吃吐司了啦 接着每天对这两片吐司 分别说好话和坏话 七天过去以后吐司会变成怎样呢 每天听好话的吐司 在第三天开始发霉 霉菌主要分布在边缘 呈现金黄色 白色及黑色 每天听坏话的吐司 也在第三天开始发霉 但霉菌分布范围 几乎占据整片吐司的三分之二 颜色则呈现绿色 七天后 这两片吐司被带回面包店 彤师傅的惊讶写在脸上 我很讶异 它的不霉的状况 是呈现这么大的区别 发霉的状况 我吃了两天 说好话跟说坏话的区别差那么大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心念是否真的影响周遭的事物呢 答案似乎已经从吐司上面浮现 所以慈中同学的这个实验 真的让我们看到了 在吸收恶言恶语的面包 还真的发霉比较严重 真的很不可思议 这个道理何在 请教何教授 其实前一步久 我的学生也才刚刚告诉我 他们也在学校做了一个跟花讲话的实验 从心理学的一个发展 叫做一个正向心理学的发展 却常告诉我们说 的确比较多的一些善念 然后心情保持愉快 你可以做更多的好事 而且会有更多的好事 会发生在你身上 心存善念 尽是善 那么恶念存心就恶无边 原来这个信念真的会影响了 我们一个人的境遇 那再次的请教何老师 您觉得呢 这次的经上演义 对我们教育职业体的老师们 又带来了什么的影响和改变呢 因为慈中现在三年级 高三的学生 他们正要面临大学的这个 就真事 那我去跟他们谈了一些 这个面试的技巧之后 那这个慈中老师们就在说 我们现在正在帮忙 学生做模拟面谈这样子 那需要一些人来帮忙 我说真的吗 那我来帮你连结 我马上就发了email 给我们的这个水灿之友舍的 所有的入境障的 这些大学教授们老师们 跟他们说 慈中的孩子需要我们帮忙 那你们能不能布施 晚上的时间 跟孩子们做一些演练 马上就很多老师回信说 OK 我没有问题 我可以去 所以我就发现到说 一个很有趣的 这个力量的产生就是 我们会发现到 整个教育职业体的人 就更核心 然后大家真的是 能够无所求的付出 只要听到哪里 需要帮忙 包含大学教授 知道高三的孩子需要帮忙的 那我们就去帮忙这样子 所以这是很 我就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力量 也要请教的院长的是 您所了解到的上人 希望透过的这一次的水灿演绎 对我们的教育职业体 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什么样的期许 应该怎么说 在水灿的这个演绎过程当中 上人如果能真的是看到 我们很年轻的 从这个中小学的孩子 一直到我们技术学院大学的孩子 都能够这样的入境障 然后能够持灾界 这样持续不断的 我想这是我们看到 这个未来的一个社会 比较有希望的一面 这是关于这个年轻的一代 这一种未明的工程 那另外就是大学教授 其实是比较不容易调的 所以这个透过入境这样的机会 能够让大学的教授 去真的是感受到 这个经文里面的一些 这个因缘果报这样的精神 然后能够这个回过头来 省思自己过去的即兴 然后用伐水的 能够洗涤过去的习气 我想这一点也是 对于老师们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 对 我们看到 比如说像曾副校长 李副校长 他们都有很深刻的一些的 感受跟分享 是 这一点我真的是 非常的讶异 但讶异是讶异 这样的一个个性 非常直率的两位副校长 那经过入境障之后 能够非常柔和放下身段 那以曾副校长来讲 他是很直率的一个人 所以有时候在会议上 他就会直言 坦率直言 那就讲得很直率就对了 那这个李副校长 他从教大过来 也担任行政主管很久 本来他一直认为说 大学就是大学嘛 按教育嘛 那跟基金会不一定有关联 可是入境障之后的 第二三天我们开会议的时候 他竟然改过来了 他就很直接地讲 说我们大学一定要跟 跟制业体合在一起 大学才有希望 听了很高兴也很感动 因为这些大学教授 真的是是非常有名的大学教授 在外面是非常大牌的教授 可是到了慈记 我想能够放下身段 然后能够看到这个 这个合合互协的重要性 然后看到慈记的精神 看到上人的这种大慈悲心 我想这一点 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改变 确实因为平常的时候 老师是以专业领导 就站在台上 以指导的身份 给予付出的一个角色 但是现在 大家一起入境障 是在群体里面 然后接受的是 种子老师给我们的指导 同时你还要想 怎么样融入群体 那么共同来庄严这个群体 我想这个身段要柔软 心态要改变 这股力量到底从何而来 种子老师的那种声色柔和 那这个非常 每一个动作都调得非常仔细 可是声色又非常的柔和 就像是经文里面说的 这个口吐莲花生细柔 这样的一个 所以让我们入境障的老师跟同学们 就几乎完全放下自我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位 任何一位教授 当种子老师在帮我们调知识 即使调那么0.5公分 一公分的时候 都没有任何的反抗 都非常的顺从这样 这个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说一方面种子老师 这样的能够这个寻寻善用 声色那么柔和 那把整个那个环境 变得非常的祥和 二方面就是大学教授 也能够放下身段 那能够看到种子老师的用心 跟入境障的一个精神 我觉得这一点是从这个老师 种子老师跟入境障的所有的菩萨 包括大学老师 行政同仁 跟我们的孩子都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重要原因我认为 是我们在王校长的领导底下 他用爱来领众 能够让在任何的场合 都能够非常有智慧的 那用很柔软的身段 等于是用一种软实力 去化解蛮多的 可能场面蛮尴尬 或者是有一些火爆脾气的时候 王校长都能够很快的 把他这个化解掉 那在整个入境障过程里面 王校长也是这样的一个 以身作者就带着我们大家 一起来入境障 所以这一次校长的领导底下 我们四个学院的院长 三位副校长 另外其实还有市长 总务长 教务长等等 那都入境障 或者在旁边护持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保持着 这一份觉醒的精神 真正的洗涤掉自己一些不好的习气呢 是 那我们人类学里面 有一个对于仪式的研究里面 就谈到整个仪式的三个阶段 最开始是我们平常的阶段 然后登到进入第二个阶段 就是所谓的一个中介的阶段 那中介阶段就是有世俗的一个 静域那个阶段 进入到一个神圣的阶段 那经过一个脱离的一个程序 比如说跟过去的习性脱离 那个就是我们在栽戒 过去很多人就没有栽戒 但是在入境障的时候要求栽戒 这个是要跟过去的习性脱离 进入一个神圣庄严的阶段 然后这个所谓的108天甚至更久 过了之后等到我们整个演绎完毕 就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阶段 就是所谓的整额的阶段 那这个整额是一个新的阶段 所以从分离到进入中介 神圣的中介阶段 然后过了之后 到最后的一个整额的阶段 又恢复到平常的一个生活 但是第三个阶段 虽然恢复到过去的生活 但是因为那个中介的阶段 非常的神圣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精神 这样一个理念这个能够法入心 然后法入行 这样延续下去的话 就会把它带到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 这样一个理念的内化 是最重要的 那就会表现在我们平常的行动 包括人际的互动 包括我们的习惯等等 那灾界继续下去 就变得不是问题了 因为变得很自然 把第二个中介阶段延续到 我们第三阶段一直走下去 那这时候看山是山 看山不是山 我们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 那这样的话能够 一定是能够继续延续下去的 因为内化才会把感动化为行动 教育职业的师生 因为一起入京藏 也拉近了老师和学生们之间的距离 而改变是从每一个人开始的 从一个小小的念头 一个小小的举动开始 点点滴滴的汇聚 扩散到了整个校园 也深入了每个人的家庭 为社会注入了希望 《觉醒年代》需要您我一起来 我们下周见 相信你 相信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